中醫的孫子 這本中醫把麥孫子 已經帶你暗添過去了 也不過我是覺得 他現在已經對你無心的事情在起碼 他在靠 對你這個法度 只有太多 在因為有什麼太多 黃雪先生的三個男 心機這麼重 還這麼流動 我總是要不出來 阿虎認識我 我們現在就是要小心退縫就對了 阿芳 我又沒想要再退縫了 人家說防不勝防 所以我已經決定了 我不會說說待會出交了 我會先發智人 主動出擊 去 去 雪清 你來啊 怎麼這麼娘剛好啊 剛才我跟俊生去世間 才剛才你來辦公室 你就出現了 我拿公文 要給當事長簽名 我啊 俊生剛才這麼好 不然你去世間 你還要這麼多東西 是啊 自從我有心意 不管我要做的 還是要在的 俊生都會答應我 都順我的意 你看這些東西 有些都是我沒想要在的 不過俊生 面子又要買又要送我 啊 這幾年喔 就要買又心 煮這麼多排卵針 煮這麼多口 總算是沒白費了 雪清 你怎麼都沒笑容 但是 你沒帶我開心喔 哪有可能 我當然是帶你開心啊 你幫我看看 你看這顆禮貓漂亮嗎 好 還有啊 俊生說 其實禮貓就是要配這條 珍珠扮演 我原本是不教她 不過店員說 珍珠的意思就是 珍重珍惜珍愛 俊生感覺很有意義 就要來送花 啊 珍重珍惜跟珍愛 俊生三彎紅寶石項鍊的事 也是這個意思 可惜 她的伴侶 已經落到海底的找不到 啊 而且這家的珍珠項鍊 刷她的掛在她的暗君啊 啊 姐姐啊 你怎麼會永遠 要買禮服 還有珍珠項鍊 是有什麼中央要用到嗎 好 珍珍的生日就要到了 阿姆一年她的生日 她都在加班 今年不一樣啊 她要做爸爸 所以啊 我一直在睡候珍珍 辦屆的生日宴會 生日宴會 對啊 而且啊 我要盛大舉行 因為啊 我想要在那天 向大家宣佈 我有新的好消息 來 朗祖長 來 朗祖長說妳有事吹過嗎 是啊 我想要麻煩你 替當屬長坐著 他生日宴會的鴨皮 來臉喔 還要有我跟當屬長的消息喔 沒問題啊 啊 對啦 那天喔 我要宣佈這間 很重要的事 啊等一下喔 我才把素材都給你 是什麼條件的事啊 請你來避免 好 這就是避免 怎麼可以現在說啊 如果說出來喔 倒不是驚喜啊 對吧 對啦